OK, Chubby Chef's inequality在讲什么东西 我们在之前已经讨论过了 如果我们对一个随机变数 我们可以去定义它的期望值 experity value 如果它是连续的话 它就是我们把它 从负雄大G到正五雄大 乘上f of x dx 我们把x乘上它的pdf 做一个离慢积分 我们也讨论过一个随机变数的variance variance of x 是 我们拿 x减去它的期望值的平方 这个东西乘上它的pdf 然后做一个离慢积分 OK,我们为什么要想要知道 一个随机变数的期望值 或者一个随机变数的变异数 我们为什么想要知道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拼当 我找不到一个很良好的中文 可以帮助我们大概了解知道说 这个随机变数 它是随机变数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数字 大概会落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们关心的是 像我们前面举的例子 假设说我们要去等一班校车 你知道校车每20分钟会来一班 但是你到了站牌之后 你不知道要等多久 你可能等一分钟就来了 你可能要等20分钟 你可能要等15分钟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随机变数的期望值跟变异数的时候 可以帮助我们大概知道 它的范围会在什么地方 它长什么样子 它长这个样子 首先 为了简单起见 再说一次大家都很懒惰 所以我们把期望值简写成mu 这是一个大家很习惯的简写 大家通常都用这个希腊字母mu 来代表期望值 它的读音大概是这样mu 好 我们不知道这个随机变数值是什么 但是知道 这个随机变数减去它自己的期望值 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任何给定的c 的几率 大概会落在variance of x 除以c平方 大概会落在这个范围 OK 什么意思 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等车的例子 我们在等车的时间可能是1到20分钟 f x 等于20分之1 for x 每20分钟 每20分钟来了一班车 可是你到车站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等多久 你可能会等0分钟 可能会等20分钟 可能会等15分钟 可能会等8分钟 你不知道你要等多久 OK我们知道它的期望值是我们之前算过 它的期望值是10 我们知道它的变异数是100分之100 好 我们想要知道 假设我们想要知道这个东西 x 减去10 大于等于7的几率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知道我的期望值是10 然后我等车的时间小于3分钟 或者大于17分钟的几率是多少 等待时间 小于3分钟 或者大于等于 或大于17分钟的几率是多少 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它会小于等于 我们的variance是3分之100 然后我们把它除以7的平方 也就是49 这东西我们真的把它算出来的话 就是100先除以3再除以49 也就是100除以147 我当然不会背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现在到我们的2来算一遍 100除以147 算出来是0.6802 所以大约是0.68 也就是你等待时间小于3分钟 或大于17分钟的几率大概是0.68 然后你等待时 嗯换句话说 你的等待时间小于在3分钟跟17分钟之间的几率 大概就是0.32 所以这是Tabyshef inequality可以帮助我们做到的事情 如果我们知道一个随机变数的expected value 我们也知道一个随机变数的variance 它可以大概帮我们知道说这个随机变数的范围会落在哪里 好你看到这个你可能第一个疑问就是说 我们我们为什么需要Tabyshef inequality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这个东西 如果我真的想要知道 这个 我先把这边的黑板擦掉 如果我真的想要知道 x 落在3跟17之间的几率的话 我知道 x 的 pdf 我只要做一个积分就好了 我清楚知道说 x 落在3跟17之间的几率 应该就是 我把他的 pdf 从3积到17 pdf 然后我真的去算这个东西的话 它会等于20分之x x 等于 20分之14 也就是0.7 我清清楚楚知道说 x 会落在3跟17的几率是0.7 x 会落在外面几率是0.3 所以x 减10的绝对值大于等于7的几率是0.3 我知道 它小于等于0.68 那很好 但是我可以 我只要有他的pdf 我就可以把它算出来了 我为什么需要Tabyshef inequality 所以第一个回答就是 Tabyshef inequality 可以帮助你 就是说 如果我们只知道一个随便数的 随机变数的 experty value 跟variance 我们只知道它其中一个变数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pdf 或者cdf的时候 Tabyshef inequality 可以帮助我们 找到它大概的范围 当然 如果你知道这个随机变数的分配 你知道它的pdf 更好 你可以得到一个精确的几率 但是Tabyshef inequality 可以大概帮助你 即使你不知道它的pdf 或cdf 你还可以知道大概有什么地方 只要讲第一个事情 讲第二个事情是什么 讲第二个事情是 讲第二个事情是 我们刚看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说 x-10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7的几率的话 我们把它的pdf拿去积分 就知道说这个数字是0.3 Tabyshef inequality 告诉我们数字是什么 告诉我们说这个数字一定会 我们不知道它是多少 但它会小于等于0.68 对吧 所以要讲的是 Tabyshef给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宽松的相戒 这个相戒很宽松 所以你觉得相戒没有用 它很宽松 也不是说它有用或没有用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可以 Tabyshef inequality 衍生出来的一个东西是 让我先把黑板擦一下 我把这边擦掉 我猜我用不到 暂时用不到它了 好 p of x 减 mu 大于等于 c 的几率 大概是这个东西 所以 我们首先可以把它们稍微改写一下 我们 首先 我考虑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what if 如果我们的 x 的期望值是 0 如果我的 x 的 variance 是1 那么 然后 chef-chef inequality 告诉我 事情是什么 我的 x chef-chef inequality 告诉我 说 x 减去它的期望值 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 c 的几率 会小于等于 x 的 variance 除以 c 平方 除以 c 平方 当我的 mu 等于 0 当我的 variance 等于 1 的时候 这个 不等式可以改写成 x 大于等于 c 的几率 小于等于 c 平方分之 1 然后 当 c 等于 1 的时候 x 大于等于 1 的几率 小于等于 1 除以 1 也就是 1 这样是废话 x 大于等于 2 的时候 他 x 的 j 只大于等于 2 的几率 会小于等于 4分之 1 x 大于等于 3 的几率 会小于等于 9分之 1 x 大于等于 4 的几率 会小于等于 16分之 1 OK 所以 有人 有人 把这个东西称作一个 4分之 1 9分 10 16分之 1 的入 就说 你想要知道 一个 期望值是 0 随机变数是 1 的 随机变数 它会落在 1 跟-1 之间 2 跟-2 之间 3 跟-3 之间 4 跟-1 之间 的几率化 它大于就是 1 1 4 分之 1 9 分 10 跟16 分之 1 也就是说 x 的绝对值 小于 2 的几率 它会是 1 减去 x 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 2 的几率 也就是 0.75 x 的绝对值 小于 3 的几率 会大于等于 1 减掉 9 分之 1 大概是 0.89 x 的绝对值 小于 4 的几率 会大于等于 1 减掉 16 分之 1 也就是 16 分之 15 大概对吧 大约等于 0.94 所以有人说 随机变数有一个 7 5 8 9 9 4 规则 它是来自 Chebysheff Inequality 它是来自抗体 问题来了 我们刚刚说 随机变数有这个规则 但是它只有对 它只有在什么时候成立 它只有当你的 x 的期望值是 0 变异数是 1 的时候才成立 可是 没有人规定 我的任何随机变数的期望值 要是 0 变异数要是 1 那我要怎么运用 这样子的规则 这样 Chebysheff Inequality 要怎么样才会有用 大家常做的一个方法是 你可以 先把 如果你对任何一个 x 你知道它的 期望值能变异数 What if 如果你的 x 的期望值不是 0 或者 你的 x 的 variance 不是 1 我们大家常常常常常做的事情是 你把你的 x 减去你的期望值 除以 x 的 standard deviation 除以 x 的 standard deviation 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定义为 z 那么 z 的期望值会是 0 z 的编译数会是 1 为什么有这么美好的事情 我们可以一起来计算一下 我想把这个留着 我想把这个留着 把这边擦掉就好 把这边擦掉就好 然后 然后 我们假设它是 连续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积分 x 减去 x 的期望值 除以 x 的 standard deviation 乘下 f 的 x 的 x 然后因为这是一个积分 我们可以把不相干的东西都拿出来 它可以写成 standard deviation of x 分之 1 乘上 x 乘下 f 的 x 的积分 减掉 我们把 e 的 x 拿出来 f 的 x 的积分 OK 好 我们先看后面那一项 后面这个家伙是 e 的 x 乘上 f 的积分 f 的积分是什么 我猜今天是一个蛋 今天我不敢讲啊 上礼拜的这个时刻是 大家对统计学的 正门课的前 二分之一课程 最了解最熟悉 最透彻的时候 为什么 我想没有这个时候在考试 我不敢说我认识每一个同学 但是我私下猜想是 在上个礼拜六礼拜天 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宿舍 在图书馆 在书桌前 正笔集书 大家的 cheat sheet 然后上礼拜这个此时此刻 大家如果 我在那个上礼拜问大家说 pdf 的积分是什么 大家会一口同时告诉我 1 所以这个价格是1 1 e of x 乘上1 当然是 e of x 这个东西呢 x 乘上它pdf 的积分 在上礼拜这个时刻我问大家 大家会一口同时告诉我 e of x e of x x 的期望值 x 的期望值 -x 的期望值 后面这条当然是0 不管它前面乘什么 所以 z 的期望值是0 基于同样的理由 我们可以推出来说 z 的变异数是 1 像这样子我们把任何 随机变数 减去它自己的期望值 这件事情 嗯 我们把它叫做 standardization 中文叫做标准化 s t a n d a r d i z a t i o n 对 哦 赵克舒奇画了一小节 这138页到139页 在讲怎么做这件事情 好 一旦你把你的随机变数 标准化之后 你就可以把淡化的随机变数 带进 你的 chabyshef inequality 哦 我刚好忘记跟大家讲 这个中文叫 chabyshef 不等式 嗯 讲到这没有讲烟 只是把chabyshef 这个字翻译成 chabyshef 不等式 你就可以把你的 标准化后的这一遍 就带进chabyshef equality里面 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范围带是多少 OK 最后的最后 我们来 跟大家谈一下chabyshef equality 为什么会成立 我来把这边擦掉 没有 OK 我们chabyshef equality是对的 哦 赵克斯最后用了一个非常 嗯 简单明了的证明方法来证明它 我们首先来定义另外一些变数 诶 相信我这个证明方 比 比我看过很多的直觉多了 我们说 我们的y要长什么样子 如果 我们的x 减 mu 小于c的话 我的y就要是0 如果我的x-mu 大于等于c的话 我的y就要是c平方 我故意造出来的 我的y是x的一个函数 然后x是一个随机变数 然后y是x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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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如果这件事情对的话 你可以发 你第一个发现的事情就是 我的y一定会 小于等于x减去mu的平方 为什么 但x小于等于c的时候 y是0 x减mu平方 大于大于是0 但x减mu是 比c还要大的时候 y是c平方 可是x减mu 这个时候已经比c平方还要大了 然后x减mu的平方 大会大于等于c平方 然后呢 所以 我们把 等号的左边右边都取期望值 y的期望值 单位小于等于 x减mu的平方 的期望值 好啦 我希望大家过了一个礼拜 没有忘记这是什么 但是 这样一个随机变数 减掉自己的期望值的平方 的期望值是它的 variance ok y的expective value 会等于它的 会小于x的variance y的expective value 是什么 y是一个 discrete的 人能variable 所以 y的expective value 是 0 乘以 x减mu 的绝对值小于c的几率 加上 c平方 乘以x减mu 大于等于c的几率 也就是 也就是 c平方乘上 x减mu x减mu 大于等于c的几率 可以 好的 好的 然后我们来擦这边的黑板 好了我们要的所有东西都有了 所以 c平方 乘上 x减mu 大于等于c的几率 所以 这个东西会等于 y的期望值 它会小于等于 x的 的变异数 我们把c平方 搬到等号的 右边 不等号的右边 x减mu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c的几率 就会小于等于 x的variance 除以c平方 搞定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的 chebyshef inequality